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传公园 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小伙子老师 比方觉得咱们这个屋里 金光灿烂 是 看到了奖杯 我们这个 台湾金马奖三连机 真是 特别的幸运 非常荣幸 我们是连续请到了三位 在台湾金马奖上 得奖的电影人 来做客户参公园 首先是去年的 最佳改编剧本奖 和最佳男主角 这个戏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导演 梅芳老师 然后是昨天 节目还没来一播 就是秀春刀2的 武处指导 桑林老师 今天又是 最佳男主角 还有最佳改编剧本 还有最佳 还有最佳原创剧本 原创剧本 原创剧本 导演 周子洋老师 别叫老师 周子洋就行 都是老师 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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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大家好 对 我是周子洋 老术的导演 电影是 前天上映的 这是第三天 然后 排片在下滑 节目播出的时候 是上映的第四天 对 因为我们的节目 一般都是录完之后 我们先压个什么 一两个月 发酵一下 发酵一下 然后再播 但这次 邀请周导来的 我们共同的朋友 跟我们说 你这次可不能发酵了 但你发酵完 就下片了 你们周三录 周四就在播 我说 那今晚别睡了 那你就别睡了 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 出一把力 你少睡一会儿 反正明天周导播出之后 让你排片还能再升起来 而且周导本身也是 今天刚刚坐飞机到北京 刚刚落地 然后晚上赶到我们这个录音室 非常的疲惫 特别感动 我发现周导的口音 应该是典型的 也不同是内蒙古口音 反正就是 厄尔多斯口音 厄朴 有点厄朴的感觉 厄尔多斯普通话 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们关系很好 是我邻居 我说我们俩一起踢足球 认识好多年了 他是榆林人 听他说话和你基本一样 榆林是在山西 陕西 陕西北部 等于就是榆林 就是在厄尔多斯的南边 正南边 挨着的 挨着的 两个小时车程 基本上说话是一样的 对 包括山西 陕北 然后奈蒙的西北部 这几个地方 口音基本一样的 包括河北的张家口这一带 往过去 就是我的电影的这个方言 这几个地方的人 就是不用看字幕都能听懂 这是不是原来是一个 一个体系 查哈尔地区好像 对 就是包括山西走西口 这一带 就是西北 西北菜这一带 对 覆盖道的地方 就是这一带 是 我听他的口音就有点像 小时候听那个田园园讲的 杨家将 扣准的那个口音 那是山西口音 有点像 好 那我们今天进入正题 来给大家介绍 或者应该是推荐一下 老兽这部电影 兽是野兽的兽 Old Beast 老野兽 老野兽 然后这篇 据说之前有一个原名 叫老混蛋 后来好像是这名字不太和谐 然后就改成老兽是吧 对 这个名字 不好过神 不好过神 对 然后就是 得必须 另外改一个名字了 当时后来就想了 也想七七八八 想了很多 但是最后就是 老兽这个名字 大家觉得特别的精准 就是包括电影中 也有很多动物的概念 对 包括老羊 就像控兽一样 控兽悠斗 然后一个人和一个 整个社会时代 在挣扎 在抗争 对 包括这个名字很克制 也不像老红蛋 那么有一个 你好像有一个暗示性的 一个态度在里边 这个很客观 然后这个感觉和电影的气质很像 是 都是这种 生猛的这种气质 凌厉的这种气质在里边 所以就最后 我觉得这个名字比老红蛋 更好一些 对 因为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知道的电影 还真的是惭愧 是获奖之后 对 一看获奖名单 你看里边有几 是金马奖之后 对 获奖之后 获奖名单 有几个最后大赢家 然后当我看完之后 我说这个片是个什么电影 结果刚刚有这个疑问 然后就有好朋友 邀请我们 就说 说李叔的小伙伴 要不要去我们内部看看片 点映 好像那天一共也没几个人 也就不到五个人 人不多 我说就给我们几个人安排点映 他说这个片 你们得看一看 如果你们要喜欢的话 咱们看有没有可能 做一期节目 我们就进去看了 然后我个人说 我真实的那个新陆历程 我看到大概半个小时的时候 心里有点凉 就觉得说 哎呦完了 这跟朋友怎么交代 这片我觉得不好看 你这么想的 对 就是看着我 其实因为老兽这个人 他讲的其实就是 在内蒙果 鄂尔多斯的这么一个老头 然后呢 就是就挺混的一个人 的确是个老混蛋 非常混的 特别是刚开始的那段剧情 就看着我心里会很难受 然后会有一个疑问说 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看一个混蛋是如何混蛋的 而且就是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导演要拍一个 对 混蛋的人当作主角 对 就会有这种疑问 而且就是说就这种混蛋 我当然知道在世界上他们是存在的 对 但是展现这种人的生活有何意义呢 对 所以当时我是陷入这个迷思里边 然后直到后来就坚持的把电影看完了 约往后看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越能理解导演的一个创作动机吧 甚至某种意义上也能够部分理解这个剧中这个人物 老混蛋 甚至他一家人的每一个人的一种心理困境 所以看完之后 我跟我们朋友就说 我说这个可以聊可以聊 赶紧把导演约过来 对我不知道小伙伴你看的时候是当时什么心情 其实像这种电影我个人就看了挺多的 对 然后这个片一上来 就是首先给我一个就很直观的心理感受 就是冷 对就很冷 因为它整个的画面也好 质感也好 穿着打扮 所有的情节的发展 就感觉是那种 我能想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从小生长在北方 我能想到北方的冬天 那个冷风吹在身上是什么感受 穿着那么厚的衣服 然后再开着那么一个电动车 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而且它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良意犯上来 在影片里反映的每一个角色 对 所以我觉得看着挺冷的 但是这片其实给我一种 因为我觉得 而且但是我觉得有点摇滚 真的是 我这感觉是一个非常地很有力量的那么一个电影 当然有一些细节其实是戳动到我的 有一些我不知道现在说合不合适 因为大家可能也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那要不然我们先说一下剧情 对 我们先说一下剧情 因为有一幕戏是给我特别大的触动 正好今天在这跟导演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行 那我这先乐组在跑 讲讲剧情 讲得不好 导演这个 你们讲更妥当 就是我更喜欢听别人讲 或者你一讲一期节目就结束了 对 大家准备好无耻剧透 无耻 首先这样 我先说一句 日滩公园以后所有的电影节目都会剧透 以前也是 以前也是 因为你不剧透你没法聊 是 而且才是那句话 就好像我不剧透 你们就去看似的 就是因为我剧透你才回去看 对不对 来讲一下老兽 讲的是谁 就是一个老大爷 老杨 对 老杨 他这个演员 也是一个盟国的演员 叫图门 内蒙古 内蒙古 对对 内蒙古的一位老师 图门老师 讲的就是一个生活在鄂尔多斯 这个城市的那么一个大爷 然后他有一个老伴 老伴因为身体原因 瘫痪在床 然后他按理说是应该好好伺候老伴 但是这个人就属于那种 天天晃晃当当 也不跟家待着 没事搭打麻将 跟哥们私混私混 他有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然后对他都非常不满意 意思就是说你这当店没有当街的样 但是那怎么办呢 就先忍着吧 结果后来就出事了 他到老伴在家里边 就是突然之间发病了 发病了之后 他的病情变得更严重 然后他老伴给他打电话 所以哥们居然不接 他干嘛呢 他在外边正在 花天酒地 他干了什么事 一个是刚刚提到打麻将 一个是他见了他以前的一个老哥们 然后老哥们本身是一个牧民 牵了自己的骆驼 说现在牧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这个骆驼现在又生病了 你说咋办 他说你可以养个奶牛 他说奶牛买不起 我拿骆驼跟人换奶牛 人家也不愿意跟我换 然后老杨当时也没说啥 说别嫌那么多了 大哥带你耍耍去 带着自己的哥们两个人 就去搭把剑去了 对保剑为老 然后起了之后 老杨他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钱 但他就是为了装大哥样 就说晚上我请了 实际上他没有钱付嫖资 是这意思吧 然后就把自己电动车压在 洗浴中心了 压下之后说 咱们这钱本本天上 这时候正好他的哥们说 我这骆驼要不然脱管给老杨 帮我看一看 等收医回来给治病 对给治病 结果老杨倒好 掉手把这骆驼当肉给卖了 卖给了牛肉店 而且说你这肉 你把他剁成肉 谁知道不是牛肉 然后就卖了一笔钱 卖了一笔钱之后 把他电动车熟出来 然后还买了一堆礼物 买礼物干嘛 去找他的小情 包养了一个小情 人家谈恋爱 不是包养关系 这样 人家有真爱的 你真是你这种人 原来如此 太粗糙了 有感情 感情泡 好吧 然后莉莉 他去找莉莉了 先送了莉莉一些礼物 莉莉也很开心 然后两个人也有一些激情戏 但是因为冬天太冷了 所以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对 但是莉莉的身材是很好的 行了 好好讲剧情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很重要 还有个纹身是吧 纹身很好看 纹身那是演员的纹身 还是莉莉的纹身 演员的童身 也就成莉莉的 就不是为了莉莉 自带纹身 对对对 正好他有这个 那我就觉得是个亮点 那就更可以多展示一点 在你讲吧 讲的还挺细的 我觉得你不好看 没有没有 后边快就快了 对 然后这主要是莉莉 好像我们一边看 然后小虎老师 就一边开始上微博 开始搜 金马奖老兽 然后就看着莉莉 不是跟你一起去金马奖了吗 然后看着莉莉 就是那种盛装的照片 莉莉不错 好了 没有 然后就相当于 莉莉也跟他说了一句说 说老家有一个小姐们 让我回去跟他开网店去吧 你看咋样 老杨说能咋样 那就你就去呗 老杨就失魂落魄了 就回了家 结果回原家之后 才发现 原来他老伴已经在医院里边了 而且他的子女们已经 就是反正就是大家 争争争争争的凑了一笔钱 要给他老伴看病 结果这老杨倒好 直接把他老伴 要马上做手术的救命钱 偷了一部分 用来去买一头牛 还给了他那个哥们 他其实是为了补那个窟窿 然后他家里人就疯了 说卧槽 你平时也不看着我妈 然后曾经说就混 也就算了 连救命钱都透 你还是不是人 然后这个孩子就给他绑起来 让他要立一个字句 就是以后我要重新做人 他不是意思 结果老头挣脱了这个绳索之后 一怒之下 把他的大儿子跟二女婿给告了 告了之后 那俩小伙子就被 俩小伙子 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之后 毕竟是家务事 我们警务人员 第一时间还是去调解 说你们自己调解调解 老头就那个劲上来了 我就不调解 就怎么着吧 判他们十年什么之类的 话都放出来了 结果最后还真给判了 判了半年 判了半年之后 老头慌了 说真判 要跑我就跟法院说 我现在我能撤送 人说撤不了了 然后老头他等于说 横到这的时候 突然他自己心里慌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他就去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是找他的三女儿 住在城里边 去借钱 在榆林 对 借的那个钱数 其实就是他偷的那个钱数 但是他的女儿和女婿不知道的 最后也没借给他 没借给他 就算没打眼就走了 走了之后 他又去拖了他的一个 一个什么亲亲 就是在法律行业工作的 就说了一个律师 说你帮帮忙 相当于把我这儿子什么的 给捞出来 你说你这个忙 我肯定帮你 最后相当于是 也算是把他的这个 这个儿子跟女婿 给捞出来了 对 但是有就是这个画面 就是那 他们两个人 从那个看守所吧 出来的时候 看见了老杨了 对 但是那种眼神 就是依然是充满 怨毒的眼神 而且有点仇视 仇视的眼神 对 并不是说你救了我 而是他妈的 我怎么进去的呀 还不让你害进去的吗 对 就是那样一个 就是没有任何 和解的迹象 对 然后最后的一个画面 就是他跟老伴两个人 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他老伴当时感觉 好像已经不能说话了 说不出话了 对 越来越惨了 他折腾了好几天了 因为他凑够前 做了手术 结果手术不是很成功 之前就本来不是特别的 对 健康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这一波又折腾 对 折腾的就是更惨了 对 他那个病本来就是 不是往良性走的一个病 对 或者不是能治好的病 对 看起来像是 看起来像是心脑血管疾病 对 就是这样的 对 然后这个老杨最后呢 就跟他老伴有一对 这个内心独白 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心里最 当不下人就是你 你病了之后 我照顾你 照顾这么多年了 那这个 现在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你活着也没啥意思 我活着也没啥意思 咱俩还不如一块死了呢 接下来就留下了一个 开放式的结局 这个结局我们一会可以 再单独来讨论 基本上讲的是 这么一个剧情吧 剧情真好 是 我现在都喜欢用一句话来讲了 哎呦 你来个一句话文本 就是孩子们为了 精切利益 然后误解 并且绑架了他们的父亲 这个角度有意思了 对 就是他 那我们就可以从误解这个事来讲起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个误解的问题 对 首先就是 看头半个小时 我说这 他们是一老混蛋 因为他有很多特别混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事情是大家不能 就是只要这个事出现 对这个人就是充满否定的 比如说赌博 因为他是有赌博的 赌博 比如说找小三 对 包括嫖 这些都是在社会 比如说大家如果把它摆在台面上来讨论的时候 这都是属于一种 就是好像是十恶不赦的行为 不道德行为 对 大家会就可以盖上 就会因为这些事给他带上一个 这人是一坏人的标签 对 这个是 然后最近人发指的就是偷老婆的这个做手术的钱 对 虽然他偷这个钱是为了给自己的兄弟买骆驼 不 为了给自己的兄弟买奶牛 但是为什么要给兄弟买奶牛呢 还不是你把人家骆驼给卖了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这个问题其实是我特别想跟导演讨论的 就比如说啊 就是这个所谓的误解到底是不是误解 其实您完全有机会 因为您本身就是编剧又是导演嘛 对 你完全有机会把它设计成一个真的误解 很简单 比如说他兄弟的 他兄弟的骆驼人给偷了 他真的是就为了帮兄弟两肋插刀 偷老婆的钱 那至少在 哪怕他别的地方再十恶不赦 这一件事上 他道德上 就是他跟他兄弟之间的关系上是没有问题的 他就是一个好人 对 但是呢 实际上你安排他把兄弟的多得给卖了 他为了补一个窟窿去偷老婆的钱 对 那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会这么设计的 且贴吧 我记得就是不知道是从哪个途径传过来影乐经理的 济南的一个影乐经理写的一句话 我们说这个形容的还挺种确 就是说 看似有情的儿女们实则无情 看似无情的老杨实则有情 实际上我是想创造一个 因为我所有的表达都是通过老杨这个人物来表达的 整个我想塑造一个丰富的人物 因为我觉得电影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物 留下一个人物 他的人物可以承载你所有的思想和表达 那么我想塑造的其实是一个人性的真实 就是老杨具备人性的真实 他不是表象的善或者恶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皆具 就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善恶皆具 只不过有的人恶少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家庭教育 他的成长的教育 各种学校的这种教育 或者他自我的一个修行 他恶就是被隐藏起来了 并不代表说恶没有 不代表恶念没有 对恶念没有 就是起心动念哪怕也会动 这个动念可能恶就在 有的可能做了 有的可能没做 这个差别是这样 那老杨我想塑造人性的真实 从那种 你比如说他找莉莉 当一个人 他的妻子病了六七年 这样的一个状况 前两三年大家对他都挺好 他的家人 他自己对这个病的人都特别好 我生活中就有这样的经历 我的一个亲戚就是这样 病了前两三年 每天大家都特别 就是特别用心照顾他 做饭呀 然后穿衣呀 各方面 但是时间长了 对于这个家庭来讲 就是一个噩梦 一个磨难一样 就是你所有的劳动 是为了伺候另外一个人 时间长了 大家就恨不得去逃离出去 然后你甚至有越恨 愤怒 然后暴躁的东西都出来了 对 然后恨不得就每天就是 越少待在这个家里 越感觉越能好一点 他状态好一点 那老杨也是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 我觉得大多数人 碰到这样的事情 都会这么做的 跟老杨一样 他想逃离 一方面他 他五十多岁了 他身体上也有需要逃离 另外一方面 更多的是精神方面逃离 就是找一个能舒缓一下 就是精神层面的 不是那么太压抑的状况 所以他找丽丽 是他的人性的选择 我换做我自己 我觉得跟他可能也一样 那个不是是你跟老婆 好不好的关系 就是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对 那他的所有行为 比如说他对鲁布森 就是他那个兄弟 对 他对鲁布森 包括他自己挪用那个钱 老杨这个人你看他 你看他的想法 你是通过他的行为 来看到他的想法 对 就看 他不是一个自己容易 轻易说想法的一个人 通过他的做 来了解他的想 是这么一个人物 那其实你看 他的孩子们也是在 就是他的孩子们 你看他做每件事情 他都是其实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老杨其实他在做的过程中 虽然他那些 除了人性层面的真实 他做的这几个重要世界 他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是 但是你看他补西墙的时候 他其实是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其实是在 你看到他身上 甚至你慢慢看到 他有善的部分 是 他有道义的部分 你比如给鲁布森那个 鲁布森他卖牛 他是滴水之中 泳缺相暴 这些甚至可称为品质的东西 曾经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 这个人上 这个民族的好多人身上 曾经是 都会有的部分 这是儒家文化以来 一直以来 就是我们曾经 评价一个人 一个体系 都说这个人不错 这个人挺假意气 这个人还挺善良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 似乎已经不这么评价 一个人一个事情了 这也是我电影的 要传达的主题 就是最早 其实我想 我是听到一个老家的 一个熟悉的一个故事 一个核心世界 跟这个有点像 就绑架那个世界 其他的不一样 但是这个世界呢 就是我听了非常震惊 是觉得就是好 就是我们这些年 经济高速发展以来 已经价值观发现 就是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发生改变了 变成了以经济和钱 为核心的价值观 在形成 不管是在大城市 我们所在的北京 还是在一个偏远的地方 哪怕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 她形容一个人 一个事都说 你看是不是挣了钱 有本事 对 我回老家 别人哥布不问我做什么 就是问说 你在北京挣了多少钱 你要是说了很小的数字 他们说你待在那干嘛呢 大城市压力多大 你鼓起 勇气说一个大数 你故意气他们一下 他们说 还是待在北京好 还是大城市有发展 平反标准 其实没有人去关心 你到底在干什么 以及你干的 开心不开心这件事情 对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也很刺痛 我觉得就是这个已经 已经 已经这个价值观 已经到了一定 就是这个事情 就像一个爆发点一样 完全已经把一个家庭 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 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完全给撕碎了 破裂了 那老杨之前是一个不错的人 那现在经济不错的人 曾经是个经济不错 对 他也算一个富有起来的人 而且那时候人好像也不错 对 你看他的孩子 他的女儿女婿 找工作 基本都是依靠他 找房子 买房子 就是他现在变成一个 没钱的人 没势力的人 没地位的人 一下子孩子们 包括周围社会的一切 对他 就是变成一个没用的人 没用的人 就敢跟他抗衡怎么样 这个是讽刺很大 那老杨实际上 虽然他经济上 变成一个落魄的人 但是他身上的品质还在 他又有人性的真实 那赌博其实我觉得 不算什么恶习 只能叫恶习 其实这个也是我比较表达的 就是一个人的表面上的坏 跟他心地的坏 究竟哪个更坏 就是这个 你看到 曾经我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眼睛看到的 未必是真实的 就是老杨 你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 他是好像很坏 其实这个人友善的一面 那我们生活中 好多人 其实都 都 你未必看清他 对 都通过一些事情 才看得清 那孩子们其实现在已经 已经高速的 在生活中 在忙碌着 在挣钱 已经没有耐心 看清老杨的 究竟做什么了 那所以刚才提到误解 这个事情 那老杨实际是在 对于老杨来讲 他不是偷钱 他就要挪一下 对于一个曾经有钱人 他天天面临这些事情 挪来挪去的事情 特别是在鄂尔多斯 对 就是在 其实我这个故事 虽然在那拍的 我觉得是发生在中国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如果是四川话 他就变成四川的故事 如果河南话 他就在河南 就是他有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 他的确具有一定的普世性 但是因为 我跟小伙伴 对鄂尔多斯 还有点了解 所以会觉得说 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城市 还真的是挺有代表性的 对 只不过那个地方最极端 对 因为我们看电影之前 就是也不知道 您自己是鄂尔多斯人 我们就官方影像来判断 小伙伴看一堆空着楼 就跟我说 这像鄂尔多斯 我说前面大家说 你欠我钱 我欠他钱 这一看就有鄂尔多斯了 对 这也非常典型人 所以就说 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 梦幻的破灭 跟他 瞬间的起来 对 他个人的这种梦幻的破灭 其实是一体的 然后你看他世界就是 他只是挪用 在他看来 没等他补那个窟窿 孩子们 已经把他给解决了 把他绑了 对 把他给解决 而且在绑他之前 有段戏 就是他回到家之后 他自知理亏 他主动说 以后我也不出去浪了 以后我就在家里 好好伺候你妈 对 这也是你能看到老杨 就是他责任感的一面 而且那句话 就是 从他孩子的话来讲 就是说 你他妈每次都这么说 根本不信你 但是这一次 他很有可能是真的 对 实际上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 而且再加上他的那个小 莉莉也要回老家了 他也没得了 对 这其实也是善和恶的问题 对 误解的问题 就是那个准备好 真的想跟你坦诚的 做一件事情的 但是他家人已经拒绝了 已经想好更狠的事情了 对 就是我们不相信你 然后他的反应就是说 你们居然敢不信我 然后 不相信他也是有道理 对 是 因为也不是 因为他之前所作所为 大家会留下一个印象 所谓的印象 对 然后就一点一点 把他压向边缘化 对 这些孩子们 我塑造的 其实他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核心阶层 主流阶层 从二十五六岁到三十大级 三十六七岁七八岁 就是中流砥柱吧 慢慢 虽然就是很重要的 他们甚至我塑造的 我不想 他们是一个穷人 他们是类似是一个中产阶级吧 差不多 有一个是普通人吧 一个是个公务员 比普通人要强 要强一点 他大儿子 大儿子是一个修车厂老板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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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有个小公司 那叫修车厂 对 然后他的大女儿是 类似是一个公务员 他的女婿也是公务员 是政府类的 政府类的 就是政府类或者企业类 你能感觉到 其实是 小女儿也类似是差不多这样的 其实他们这个职业 在这个社会还算不错的一个职业 不是穷人 在那个环境里犯混的还可以的 对 很不错了 其实不是严格一 中产阶级也差不多了 他们的收入 他们的社会地位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拿不出来这个钱 就是欲望和自私 就是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实际上 这个是有意思的 就是随便 你看这三个孩子 都可以拿出来这个钱 但是就是不拿 就是不拿 这个不拿的理由就是 这个复杂性就出来 就是他们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拿了这事就不公平了 因为我之前付出更多 这次我应该少拿 就是维护自己的现实 但是在我看来 一个是说 大家三个人应该平均分这个钱 对 一人一万 这是公平的 另外一点 我觉得就是 我的理解是说 如果老杨没有赌博的习惯的话 大家可能还不会那么防备他 对 这个就是我把每个人物啊 把这个复杂性处理的特别的就立体 真实 就是孩子们也有他的难处 就是每个孩子 你比如说他那个儿媳妇 对 你看起来他好像举着菜刀 说你要是敢拿钱 我就跟你离婚 对 就是他是你 你设设处的一想 他是很为难的 因为他是 你看他又要给工人 可能这个企业刚做了不久 这个公司 又要给工人做饭啊 什么的 是 又要带孩子 那么他的婆婆还得他做饭 那如果是 那个公共天天能回来 公共能照顾的话 他就不用那么繁忙了 他在解决他的问题 他太忙碌了 对 但是呢 他的复杂性 他的人性的 善的那一点点 又通过他甩出来那一万块钱 他最后又把这个钱给了 是 然后这个人就一下子立体了 又活了 对 或者说就是 这几个孩子本身 他其实是活在一种 自身的压力跟焦虑之下 假定一下啊 假如如果他这个母亲是病了 但是他父亲是个好人 是个老好人 或者他父亲已经去世了 那家里是不是也得出这个钱 出钱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觉得说 很为难 很生气 但是这生气 他发泄不出来 但是有了老杨这么一个人 他们都拿这个钱在较劲 对 成了他的压力的一个发泄的一个口 是有强大的理由 是觉得他们从道德角度是占上分的 就是这点说的对 对 他们都自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对 就是他们是 实际上这个 我这个电影表达的也是一个道德空净 就是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强大的理由 觉得是对的 是 却又彼此伤害 对 然后这个电影就是在这个宣发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比喻 但我不知道是咱们官方的 还是第三方的 就是说这个 这什么内蒙古老炮来了 对 就对应的 是学发的 对 就是因为这个 就去年前年了吧 就是冯晓刚 导演主演的那个 管护导演导演的那个老炮 非常火 从整个人这个 从形象气质上 他的确他也算是个老炮吧 对 但是呢 我看这个 又跟老炮不一样 对 我们内蒙没有这种老炮的说法 但是我看网上也有一些说法 说你与其说她是这个内蒙古版的老炮 你不说她 不说她是中年版小五 对 就这个其实 这个说法我觉得还蛮有趣 老年版小五 或者是 对 老年版小五 对 包括它里边的 这个剧情的设置 对 因为小五这个电影 我也很喜欢 之前姐妹也搞过 我也喜欢 对 里边就是三段 跟心情 决裂 友情决裂 爱情决裂 家庭 对 就三段 然后到了咱们这个 也是都让她给抛弃了 也是情情 爱情 友情 对 这样一个三段 我不知道就是在川普的时候 我不是就是有没有像那个电影去学习或者致敬的部分 或者被他所影响 就是你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 你最重要的关系 其实就是家庭 第一是家庭 第二就是你的就是 如果有女朋友 或者是有恋人 恋人 那就是爱情方面 这就是你的朋友 你所有的离不开这个环境 最多再加上你的一个视野 这个就是就是在这个环境中 每个人都离不开 那你表达都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人物 他所有都离不开这样的状况 你看到的所有经典电影都是这样的 只不过他有的可能爱情别多一点 或者怎么样 我们这个其实是家庭的情感是为主线的 那宋便带出来是其他的 其他的不是重要的东西 但重要的部分 但是是让这个人性和老羊更立体的部分 就是更精准的把这个时代呈现出来 通过周围的离不开周围的这些部分 一个是让他变得更立体 一个是通过他的友情的和爱情的戏 其实是把他更深一步退入家庭的这个困境 那是的 就是老羊的复杂性 老羊的就时代的复杂性和时代的真实感 我还是想精准的描述这个时代 这个是花很大力气来塑造这个人物和他的世界的 是 电影里边有很多的细节 其实是非常打动我们的 包括比如说我比较注意的这个三段 怎么说三段打戏吧 一段是他被他儿子这个女婿绑的时候 他整个人是反抗的状态 就是你们疯了吧 给他们绑我 但是最后他是吧 这个毕竟年老体衰 是被人绑在椅子上了 这是一段 他是本身是非常愤怒的反抗的这么一个状态 第二呢 第二的其实不能犯打气的 就是他从他三女儿家里吃了闭门羹的时候 对 他去借钱 他三女儿其实已经心软了 说要不然借给我爸爸 想让他买房的时候 爸也帮我忙 结果他女婿说了一句话呢 其实你听也挺在理 他说你爸是帮了咱们 但是现在你爸把你这个大哥跟二姐夫都弄到监狱里去了 咱们要是借给你爸钱 这不就相当于背叛了你这个你大哥跟你二姐了吗 都有理由 都有理由 大媳妇就说 哎呀你这么说的话 的确是我借给他的话 相当于我就叛变了嘛 那最后拒绝了他爸 本来我以为这个老杨会在什么大发雷霆 结果他他喊有点怕他三女儿这两口子吧 对就丧眉大眼就出去了 结果出去的时候 他的女婿光当于关门 直接在那门 就是不小心啊 拍他脸上拍一脸血 就是流鼻血 对对对 就是流鼻血啊 他居然一声没吭 默默的就拎着一个破色袋里边装着可能几百块钱吧 对就走了 500块钱 500块钱 意思就是说你买点饭吃 拎着那个就走了 然后第三段打戏呢 就是他在街上有几个这个超东北口音的小哥啊 我不知道是哪的人 卖房子 发房地产传单的 传单的啊 实际上他东北口音 我们当时找的也是两个东北的 对 东北口音还是血肿圈还是天 他很自然就流露出 就是东北的 对 干啥啊 干啥啊 跟谁俩呢 对对 结果俩小哥过来就给他发传单嘛 结果他当时正一度的火没地发呢 骂人家 然后骂人家 然后还推着人两把 对 人家说 我知道我们哪来了 直接给他臭揍一顿 这次他是想反抗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浑手之力的 对 让人打得这个头破血流的 对 其实这三段其实是 就是见血的戏吧 对 包括第一段戏 他其实头也破了 对 也流了血 地下磕破了 对 头磕破了 对 这我觉得代表他整个人的一个 跟这个世界反抗 然后一步一步被逼到一个墙角 然后最后就只能投降那个状态 对 越来越没有反抗能力了 对 投降是就是街头的时候 在街角的时候 孩子 就是那个 他站着 然后孩子们出来 那一送节就是 完全他的 最后维系的这个家庭 尤其蛋蛋 他叫蛋蛋 蛋蛋蛋蛋蛋蛋没搭理他 对 蛋蛋是他的 因为松子 小松子 其实蛋蛋这条线刚才就是他们咱们还没讲得太清楚 对对对 就是他卖骆驼实际上是因蛋蛋而起的 是 就是他对家庭是就有爱的 有情感的 但是孩子 对对对 他卖骆驼不光是为了给他的那个女朋友买衣服 实际上核心是为了蛋蛋 是蛋蛋要这个玩具 实际上 他对家庭 你看孩子们已经对他很抗拒了 对他的情感 他对家庭所有的情感是放在小松子身上了 是 那小松子要一个东西 他必须满足 无限制的满足 不光是就是隔半轻这个 更重要是他对家庭的情感都放在松子身上 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修复跟自己子女这种感情了 对孩子们也在很抗拒他 他也那那松子是小松子也是不设防的小孩 那只要是他要无条件的满足 他拉着骆驼 然后去找他的小孙子 对对 他想哄小孙子高兴 对 他说你哄你高兴 你跟我好 他其实对他的情感 然后小孙子坐上论说喜不喜欢不喜欢 那你喜欢谁 我喜欢边境高 对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 其实也是有点小讽刺 就是孩子们已经不喜欢玩这种东西了 不像我们小时候也非常喜欢这种骆驼 都玩变形金光 这个东西才才够现代 而且他自己就是这个老杨一个人牵着一个骆驼 在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行走的那种画面 对 就是与这个社会之间的那种伪合感非常强烈 对 我相信也会有人拿这段戏去比较那个老炮里边那个鸵鸟的戏 对 对 你刚才说老炮呢 其实我很坦然 这是我的剧本是13年底开始写的 然后15年底剧本已经写完了 15年9月份的时候 所以他 他是应该是15年 约旦上的 15年16年约旦上的 所以说也是具备某种巧合吧 这种巧合可能是人物的年龄等等 实际上老炮他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他是个小炮 他以前是个小混混小炮后来是老炮 老杨年轻时候可能不是小炮 老杨是之前他是经济随着经济大潮的发展 他变成了他可能敢做老板 对 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一个人 胆子很大的人 中国都是挣钱了 他是这么一个人 他是什么事都敢做 敢说敢做 不停的就折腾 是这么一个人 你看他就现在身上也有这种的习性能看到 他不停的折腾 这两个片精神那盒差挺多的 老炮的精神那盒其实是一个老去的 曾经拥有一些话语权的人 在试图维护原来的规则和传统 他面对社会变迁以后 他会觉得你们这些新来的 我才是代表着什么叫规矩 应该怎么做 他要维护这些东西 但是他无力反抗 我觉得老杨这个形象 他是一个就是自己落魄了以后 然后就是非常在犹如困兽 在跟谁是着搏斗的那么一个状况 这个是两个精神那盒之间的区别 其实他的节奏各方面 他是一个刷业类型片 我这个其实是个作者电影 他还是始终为了反思这个时代的问题 社会问题 就像刚才我们又聊 就是孩子们 你看我塑造了孩子们的真实 也塑造了 每个人都是为了 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做的都是没错的 特别对的 但是就核心的选择 你深思的话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他们这个选择 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 不停的说解释是其实这样 但老杨实际上根是不一样的 他这不一样 我就想起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 就是老杨跟带着他那个兄弟 那牧羊人 然后两个人去洗衣中心 在那睡了一宿 老杨很仗义 实际上老杨很仗义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老杨从那个墙里边弄出一鸟 后来他把那鸟给放了 就这个桥段我印象特别深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看到他把那鸟放了以后 他自己站在窗口那个背影的画面 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 但是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难过 就是心里很不舒服 后来我回去以后 我就慢慢琢磨 然后我就越想吧 这出戏就对我印象特别深 从他最开始的那个发出声音 他去寻找 到最后他放鸟 整个这过程让我挺有感触的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他去听到那个墙壁里边有声音的时候 他就过去 然后他就试图去把这个墙弄开 然后想把里边东西找出来 其实这一点 就是我当时我看的时候 我其实挺害怕的 就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老杨是一个 我觉得特别符合他性格 他是一个特别浑的人 他根本不害怕 他也不在乎里边是什么 他就想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第二点就是老杨徒手 把那墙给撕了 对吧 然后我当时 你知道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什么吗 我说你宾馆 如果找我来赔的话 我还得赔人钱 而且他身上没有钱 然后他就直接就给抠坏了 然后都把墙皮给撕了 这一点就是老杨 其实是一个做事特别折腾 然后又不太记后果的 那么一个性格 对 所以这两点 这一幕符合他的 就很符合他的性格 对 然后他拿出来 把这套拿出来以后 他放在手里 他真实 是一只乌鸦吧 最早剧本写的类似是乌鸦 但是乌鸦不好找 我们拍摄的时候 然后好像也挺贵 弄一只得两千块钱 也超出我们剧组的预算 那真是 然后弄了一个500块钱 两只好像是红嘴鸽子 黑黑 全身是黑的 但是嘴是红的 是有这么一种鸽子 长的是鸽子 就是黑鸟 拿着这个 然后在窗口就给放了 放了之后 他就站在窗口 一个背影拍过去 最后这一幕 就让我感觉特别的难过 后来我就想明白 我为什么会难过 就是有几个点 首先在整个通篇里面 老杨其实没有朋友 他没有一个人 真的能去倾诉他的心情 不管他高兴也好 他难过也好 鲁博森其实也不算他的朋友 鲁博森其实不是他的朋友 他是旧相识 只能这么说 他在鲁博森的面前 还是摆出一副 我是你大哥 或者说你帮过我 但是我比你年长一些 他跟人家说 我给你好好想办法 当时没有兽医的时候 然后他又自己偷了钱 挪了钱 给人家买了一个牛 他就 他其实是 不是朋友 你这个说的非常重钱 他在罗伯森的面前 是一个大哥的 或者罗伯森可以跟他倾诉 但他不会跟罗伯森倾诉 你看他们几年没见 他是一个老乡时的 对 然后也是因为你之前 我儿子就说你帮了我 也是因为 我比你年长 我得还你的恩情 所以说 但是他心里话 他没法跟罗伯森倾诉 我老婆在家躺着 我跟谁说 他真实的状态 他不会给罗伯森讲 所以他无人可清楚 所以另外一点 就是我看就是觉得 老杨不太假新事 他不假新事 他无人可讲 他跟莉莉也不讲新事 他给任何人都不讲 没有人愿意听他的新事 你想了解他新事 就看他做什么 对 然后这个是有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鸟其实本身 就他其实是一个被困住的鸟 他本人是一个困 虽然不是困兽 但是是个困琴 但是我们把这时候被困住的 那他老杨救了这个鸟放出去 那老杨本身也是一个困兽 谁来救他 就没有人能 没有人能轻我的心声 没有人能够在我当做一个困兽的时候 来帮助我 最后我鸟飞走了 他看到鸟得到了自由 他自己就被困在那个小房间里 连这个钱都叫不起 然后还要把自己的车放在那 我让我当时感觉 就特别孤独 就是有 就让我会觉得 哎呀 这世界就是我一个人 我独自在面对这个世界 跟他们去反抗 然后撞的头破血流 然后没人理解那种感觉 所以我后来想 我可能比较难过是因为这个 解读的非常的种确 我听了也很感动 就是我觉得解读的非常种确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包括动物的空境 是 这个世界 因为动物是不会说话的 鸟是不会说话 说话的 动物也在某种空境中 对 它很像老羊 反过来也是帮助这个主题的 就是老羊还在救赎它 对啊 老羊还在救赎它 然后老羊是 谁要能救赎老羊呢 对 都是在挣扎 不管是这个鸟还是它们 都在这种空境中 生命的空境中压抑着 对 而且店里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显笔吧 因为它跟前后的剧情 其实也没什么关联 有点超现实的色彩 对 但是它又像真实的 没错 对 这个系列其实像这种 超现实色彩的段落 还挺多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包括田野上有一个 穿着塑料袋的那个幽灵啊 包括就是她跟莉莉 第一次那个见面 见完之后 然后她做了一个梦 梦了一匹马 然后再书页 我是当时 包括写剧本的时候 就觉得 一定要放这几个部分 这几个部分非常重要 于是我觉得超现实 是更加深刻和深邃的现实 是 它已经现实 升腾到一种 跌狂的程度 它就出现超现实 就像我大学时候 就很喜欢看 库斯图里卡的电影 就是已经你能感觉到 那个民族已经 哇 这个苦难到一定程度了 就出现到超现实的状态了 包括我在俄尔多斯拍摄 那个地方也非常有超现实的气质 非常魔幻的一个地方 对 非常有超现实 整个那个地方的 那个时代的变化 那个人 城市 中国也挺超现实的 对 另外一个就是很值得讨论 就是整个电影的 一个结局的设计 因为当时就是 他的这个儿子跟女婿 从那个拍摄所出来的时候 他看着啊 一方面 他我觉得他那些深处 肯定是渴望 他的亲人能给他一个 温暖的某种回应的 对 只要能给他一个眼神 或者是一个动作 他马上可能心里的那种 武装就崩塌了 对 但是没有 连他的孙子都不搭理他 对 他的孙子 他的儿子也看见他了 对 他就看了他一眼 看了他一眼 很冰冷的 钻进了车里 注意到没有 他那车 其实还算是一个 比较中档的车 就不是很便宜的车 是 是一个B级轿车 对 也是雅阁 就是每个细节 这种道具的考据 都是符合他们身份 反映出来他们当时的 那个收入状况 对 就我刚才说的是 中档阶级 是符合的 他们的房子 家里的房子 都是比如三十一厅的 他们的车 每个都有车 然后工作都很好 那最后这个结局的设计 就是说他跟老伴就说 咱俩就一块死了算了吧 然后呢 他给他老伴喂下了 这个安眠药应该是 你都可以理解 就是两种药 都你觉得开放式的 但是有些人能理解到 大概是什么药吧 就是但是开放式的明确是 什么药都可以 就是说了这段话 其实这是符合老牙 这个人的身份的 如果他老婆正常状态下 他不会说心里话的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他跟他老婆 说出了两次话 一次是说 我以后就在家好好照顾你 我也不出去浪了 另外最后他说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如果他老婆是一个清醒的状态 他老爷不是这样的人 说出口这句话 对 他真的是全世界没人可倾诉 而且他跟他老婆说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这件事本身 他为什么之所以重要 重要在于说 你还能是我一个倾诉对象 你可能都不能理解我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对 哪怕听不太见 哪怕你听不太 或者说 其实在你身体健康的时候 这话我就算跟你说了 你也不会理解我 他身体健康老爷这个人 打死都不会说 他也说不出来 对 但那个时候 他我会觉得就是 这个地方是他唯一的一个 能够寻找到一个所倾诉 或者一个港湾 对老羊而言 对 所以老羊最后 他自己到底会不会自杀呢 小伙伴老师认为他不会 刚才我们俩在聊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结尾呈现的是一个谢史 呈现的是一个真相 谢史 但不是一种结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谢史就是他们俩 在这一个已经快要 其实他这种状态已经很惨了 他的妻子 跟他生命离去也差不太多了 这一种状态了 他的已经就是类似脑医学 心脑血管这种结局 已经很惨了 他这样折腾 其实离命运结束不远了 就是老羊也很惨了 被家庭已经完全抛弃了 对这个社会也抛弃了 可能一生一死的一个陪伴 好像对这一送结 或者可能都是两死的陪伴 已经无异于两死的陪伴了 所以他就是不是一个结果 那结果在哪里 结果就是如果这些孩子们 这身边的这些人 还是这样自私的 我们所有人还是这样自私的 这样一个状态 还是以自我的状态 势力的状态 那就没有结果 结果就是这么惨 这就是现实 那如果大多数人改变了 这些人还有人性的一些瘟从 孩子们还没那么自私 他们选择的 没那么无情的话 就不会呈现这样一个现实 所以不管是安民药和是正常的药都差不多 他们都已经到了一个最边缘的一个状态了 无处可去了 同时但是又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好像是相互陪伴 又好像是相互诀别 然后还是一个傍晚 是一个黄昏的 很肃穆的一个状态下 他的棋子还是躺在他的病床上 他躺在沙发上 好像是在等待 又好像是在诀别 当然我们刚才我跟李叔我们俩讨论 就说如果说他最后 因为有一个乌母 他自己在弄那个药片 其实弄药片 那个镜头也让我会觉得 就和我期待的是一样的 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是因为其实那个镜头 他一直在用勺子去切那个药片 他不停的那药片放在水里 但其实一下一下 但其实那个药片很硬 他在水里并没有融化 怼着你的内心 对 然后一下一下就戳 但是他本身这件事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徒劳的过程 你可以不在里面去搅 但是一下一下去弄 然后我就会觉得 哎呀 赶紧结束吧 但是同时我也在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让他再多戳几下 对 他就其实我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 在看这个画面 那一顺杰你看不到老牙的脸 但是能感受到他的心内心 就通过他的手 一下一下好像戳住你 你一下子想到了所有 他们想干什么 老杨要离去吗 还是干什么 但是我如果头脑里想的话 老杨依然还是一个很浑的面貌 在做这个事 他不会有一丝 觉得说 他还在挣扎 好像他在挣扎 他哪怕他这一颗 不管是离去还不离去 他都一种 还是一种不屑的状态 对对对对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他就是如果是真的 是阿弥陀佛的话 他也不会选择去自杀 就是死也是他的一种挣扎 对 就是我觉得他 这个时候 他这个这种反抗的力量 包括他之后 如果这件事 老杨可能会去想说 我要不要一块 干脆我们俩死了 算了 他可能转念想 老杨就说 他妈的凭什么 我凭什么去死 就是他的生和他的死 都是他的态度 对 他是一个那么浑的人 他不会轻易认输的 无非两种结局 一个是这个药就是安眠药 一个就是不是安眠药 对 但这两种都是他的一个态度 你看上一幕是 街头是把他给决别了 但是老杨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自己喝不喝 那无所谓了 就是你刚才的这个解读是 对 因为这个片我刚才也说到 就看到 比如说半个小时的时候 会觉得内心很焦虑 就觉得没法理解这个人 或者没法理解导演 为什么要拍这个人 但后来我用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跟你们说的一个方法 我就说 你别想这个人是老杨 你想这个人是北野武 是吧 对 也是那种满脸横绕 对 又臭又硬 戴一个墨镜 然后去耍魂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 变得没有那么的不合理 或者这个人没有那么讨厌了 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拉开距离的方法 但后来我自己想了想 为什么我拉开这个距离之后 我感觉你们俩的看的感受 还有一点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对 我就说 为什么我看这片的时候 我就拉开距离之后 我会觉得比较能接受 就在于说 比如说我平时看一些 偶尔打开电视机 会有些什么吵架的那种节目 对 就是一堆人戴着墨镜 然后就家里的人什么 儿子跟那个父母互相指责那种 我是完全就肯定看不进去的 我觉得特别可怕 就是没法理解 对 这个家人为什么会 这个大家最后惨烈到那个程度 当我看到那些节目的时候 我会认为我跟那些人 虽然大家说的都是普通话 但好像我跟他们不在同一个次元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对 或者说我没法理解那些家庭关系 特别恶劣的人 到底是为什么变这么恶劣的 对 但是看这个片看到最后 我会觉得 原来是在一个次元里边 对 就通过他们 每一个人所谓的都有自己的道理 自己的苦衷 自己的立场 对 让我能够去理解到说老兽 因何成为老兽 对 最后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演变过程 对 这个符合我对人物的设计 你有点像一个正常的一个观众 先开始业务这个人物 讨厌这个觉得无恶不作 这么哄的 后来慢慢慢慢开始理解 同情这个人物 给我最终的一个感受 其实是还是 就是孤独而绝望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最终躺在那个沙发上 然后等待日落 然后夜幕降临的那么一个状态 其实是会 让我会觉得 这个他还会好吗 这一切其实是往黑暗的方向去走的 对 在尽管可能会第二天天一样会亮 但他能不能等到天亮都说不好 对 对 是这么一个感受吧 对 而且我尽管对后来人物越来越丰满 越来越立体 我能理解他 但是我也没有对他没有什么同情 说实话 我对他没有什么同情 包括对他所有的家人 我也没有什么同情 对 这个是有意思 每一个人 我觉得都 对 对 这个是有意思的 就是不需要同情 对 不需要 你最终你从他身上 你看看自己 你跟他一样孤独和绝望 你不需要 你没有立场去同情别人 对 这个事 对 好 那刚才我们也这个讲了讲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吧 然后电影背后呢 呃 我们也有些事情其实是没想了解的 对 包括看网上有一些采访说这电影拍摄过程之中 什么这个什么多么的困难啊 对 什么刷爆信用卡 甚至两块钱 那个是不是拍摄过程 那是之前的经历 实际拍摄过程非常的顺利 那是我就是11年以前的 10年以前的 很早了 对 那是 还没辞职呢 对 那个是第一次辞职 就是一直也就是断断续续工作 那是之前的一个就是 之前在28岁左右就想做一个电影 然后 呃 当时辞职了 然后身上也很少的积蓄 然后就写了个剧本 然后 但是也找不到投资 那身上那点几千块钱 继续早花没了 嗯 然后就 那这没多少 硬扛着 当时一共六千块钱 然后从西 去了他西藏 回来就剩两千块钱了 写了几个月剧本 早没了 嗯 然后就硬扛着 当时就一直警醒 就是因为好多重要导演 你看 比如说贾长科导演 小五就28岁以前拍的嘛 这是好多重量级的导演 那个空丁是29还是30 嗯 好 实际上电影史重量级的导演 都是30岁之前 或者30岁左右 出女作 出女作就出来了 有点觉得紧迫了 对 就是我觉得越往后会 越你会 包括好多26岁都有拍的 就是我不想给自己找理由 一直脱窃下去 就是实际上 有的人用两千块钱 五千块钱 几万块钱都能拍电影 嗯 就是我不想演 不想拿企业找理由 就我不想被自己又屈服 又给自己找个理由 再拖窃下来 就死扛着 嗯 知道完全扛不动了 然后尤其有一次就有一个朋友 知道这个事情 他哭得很伤心 他觉得应该改变一下状态 生活状态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确实 他是想找二三十万投资 找不到自己每天生活 又特别惨兮兮的 同时又在 好像在死扛着创作 一边在想着下顿饭的问题 我觉得是那个段时间的事 那这个电影 因为是本身那个 监制是那个王小帅导演 那我不知道这个片子里边 比如说有哪些部分 是他会给你一些 直接的这种帮助 或者是讨论 剧本上的吧 剧本上 拍摄和后期基本上 拍摄他就去了一次现场 而且是拍完差不多十多天了 十天左右 一共拍二十三天 拍了十多天 拍差 中途制片部门有个事情 他去了一次 然后去完现场 就是溜达了一会儿 然后拍拍照片 然后晚上看完素材之后 他当时看完素材 他也很激动 当时是在一个就是D&T 就是管理数据的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当时有厂记 管理数据那些叫D&T 他们都在 他看完之后也很激动 他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拍 因为众潮戏 我所有的众潮戏 第一个星期 全部都拍完了 绑架戏 法阅戏 音乐戏 都拍完了 他看完之后 他说给他们几个说 他说你们都不知道 这个电影拍的有 就是有多好 但是这么一说 我心里也有底了 就更放心大胆的往下拍了 因为其他几个人 确实不太知道 很麻木的也分辨不出来 就是没有回应 我只能自己心里清楚 但图蒙老师清楚 我们俩我觉得最清楚 其他的可能都是 有点一知半解的感觉 不知道你在干嘛 对 只有我和图蒙老师说 我们俩心里每天都特别有书 说这个拍的 尤其杀青前的前一天 我们俩坐在他的房间里边 我们俩不说话 在微笑 高兴 就是高兴 就觉得剧本中想呈现出来 就是剧本中该表达的 该在的东西都呈现出来了 而且就是那个质量 我们俩心里有数 质量还是不错的 然后小帅导演 就是我去FIRST创投会的时候 已经写到第八稿了 主题感觉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又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又修改了七八稿吧 对 据说六十六稿 对 后来又慢慢的就是拍摄 前后又改了一点点 我们哪怕每次 比如说改几句话也算一稿 就是只要改就算一稿 有几个段落 就是比如说他觉得就去渔岭之前 再加一点点转折的东西 然后就加了个法院的戏 这个是小叶导演这边 然后台词这边 他觉得我之前因为写的有一些满 他觉得应该更精烈一点 后来我觉得是 然后就更精烈 就每次的方法是 比如说他提下一些角度和意见 然后我就重新去花 慢的话会十几二十天 快的话几天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左右会写出来一稿 但是我是就是就是他的建议 我觉得有可以的 我放进来 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我就不写 就再呈现出来再说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不会全拿进来 或者说你也不要直接跟他讨论 这段戏我不想拍 对对对 我就是因为他提也不会提具体的点 因为自己创作还是在我来创作 他只是说是不是再加个什么东西 反正再转折一下 等于最后那个调解那场戏 是后来 他是觉得是不是再怎么压下 然后那就我来创作这些具体的 但是就等于是有一个创作者跟你互动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我比较信赖的创作者 就是如果我发给朋友 我会不听 完全完全不听 因为我觉得他们理解的各种PX 可能还未必种 没有读懂 就是庆幸或者怎么样一件事情 是同样是一个创作者 我们对基本的判断是一致的 对 比如说台词等等 我认为确实可以修 这个是对一个东西的判断是一致 所以来得快 如果是一个商业片导演 或者怎么样 完全对一个东西 美学判断是不一样 这个就要了命了 那是 对这个 当然小月导演是非常资深的 有精力的 有这么一个导演 第六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导演 去现场呢 其实他也说过一句话 他是个导演嘛 就是肯定也烦别人 又来一个导演在那 所以他就现场就说 现场就导演在就行了 我也不愿意 去了也没用 包括现场有人说导演 他一看 这是他的原话 一看别人在叫子牙呢 一般现场导演不是一个导演吗 都叫导演 对 一看就 他也不呆了 因为我听说过也有那种 天天在片场待着的监制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是经常创作的一个导演 作为一个监制 他烦另外一个人在这 他觉得现场就是一个人说了算 因为他长期的创作 任何一个人来了都是干容 没用 因为这片当时我看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担心 因为那时候电影老炮出了之后 掀起了一些女权浪潮 就批判直男癌 我说这个片出了之后 没准又要被批判了 他这么浑 在里边就是做这些事 我不知道就是最后 在这个现场比方出了之后 口碑上 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 我如果是一个厨子的话 就是我自己做了一盘菜 我心里有数 他有他最核心的顾客 就像你做了个四川火锅 很麻辣 有猪脑 各种各样东西 那外国人来了 他就是会崩溃的 你不必为这个烦恼 他自然有他最想吃的一拨人 他特别喜欢 有人能懂 对 这就够了 我不用为说 哎呦老外说 这怎么什么东西 然后崩溃了 那个是自取烦恼 对 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事情 最核心的观众 能读懂他 能理解他 这就够了 那他另外一批人 我之前一直认为 肯定是这个片子 比如说这个口碑 重要的一个支持的群体 就是影评人群体 这篇就是作者电影 文音片 而且就是金马达奖的 结果呢 我就是在电影还没上映 我们当时还在看点映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片子的 那个豆瓣里边 有好多的 一份的影评 来自一些很熟悉的影评人的ID 后来我就特奇怪 我说这怎么回事 后来就也是有一个 你们的内部人士跟我说 说这个跟导演可能有点关系 说导演在豆瓣上 给你写了一个 豆瓣ID 叫杀死影评人 我说 然后把人得罪了 我说真的假的 这事怎么回事 是ID 杀死影评人 是这样 其实我自己内心深处 是非常重重 有独立意识 独立人格的影评人 你看那些 欧洲那些影评人 都白发苍苍 也就一辈子那种的 非常独立 包括我这次去台北金马银展 他们不是给我一个叫 国际影评人 费比系国际影评人奖 这个完全没想到的 这个奖是在 国际各大电影节 都会颁发这个奖项 它是由国际影评人协会 颁发 这个协会是 非常重量级的一个 在影评界 能进入这个是非常重量 包括我知道 它就是要想进入这个协会 你必须这一辈子 不能从事和电影 有直接关系的工作 比如说创作 创作工作 导演 别剧 或者做发行 不能利益相关 对 利益相关 你说特别对 保证独立特观第三方 那么我看到 我们这些年的影评 有无数的影评人 都恨不得去做发行了 你觉得发行 还能做好影评吗 他不得把他发行 那个他得给弄上天 另外一个 我毫无不在乎是什么 就是 那国际影评人 那他们是不是更具权威呢 那他们为什么要凭这个奖呢 其实是有点恨铁不成钢 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宗重的是 非常有独立人格 独立意识的影评人 但是你是对中国影评 这个行业现状不满意 所以起那么个ID 不是所有不满意 就是有一些 一小一线 对 我觉得就这个名字 就有一点 就是他有一种震慑力 可以改成 稍微改一下 温和一点 杀死一小村影评人 就是我是因为 我学的也是设计 创意这种的 就是他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味 有一种震慑力 挺摇滚的 是不是 对 导演其实很硬的 我觉得片拍的也很硬 ID起的也很硬 就是说我不在意 不在意这个事情 我依然名字改了 名字改的原因是发行 我们不是定导师 金马扳脚前一天定导的 发行公司说 那个导演 你改个名字吧 要不然 就是他们觉得 就是怕更怎么样 延期别人的误解 或者说不要把话题 集中外这件事 对 那么我就改了一个 非常朴实的名字 自扬 很朴实 是 对 最后还想再聊一下 这个 所谓在中国国内的 作者电视的 创作困境的问题 对 因为你之前很多年 拍广告嘛 也没很多年 也就13年 我30岁辞职到 就是去年之前吧 就是我的生存方式 对 是靠拍拍广告 对 但是也不是那种大广告 大广告还拍不上 然后但是也不像 职业广告导演那种干法 职业广告导演是不停的 这个活完了 再下一个 一个一个 我是比如说 能干了一个活 觉得能生活 我家里能挺个四个月 三个月 我就不干了 我就写剧本 也看下个月不行了 这个月再干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维持我的生活就可以了 对 相当于你把自己的 这个真正的电影的 这个理想吧 生存问题两个 两条路 他解决我的生存 分开解决 对对对 因为有的人也很坚持啊 我一定要用自己 满意的电影赚到钱 对 在处女座之前 投资也不好拉 那胳膊不可能实现 也不带现 然后对 又是一个文艺片 我很清醒 就是所以 就是我得有我的解决方式 是 对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 作者电影的一个导演 你会觉得 现在的生存的状况 是非常的艰难的吗 因为我这是处女座 我的这个就是职业生涯 才刚刚开始 我只能就说 我之前的状态 或者是 就是 此前的状态 因为此后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但是也不会说是 多会有太大的变化 我觉得可能 给我带来的变化 是我能稍微接点 成本稍微高点的广告 这个是 这是可能的 但是艺术片 不会带来什么盈利的 金马导演 你看现在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这两天的票房 不是很好 我们的电影才三天 今天 昨天才三十来万的票房 哦 全国啊 全国啊 呃 现在才一百多万的票房 嗯 三天了啊 然后就是 它不可能带来什么 太大的盈利 也许能带来小范围的盈利 能让他们回收成本 嗯 然后有一点点收益 嗯 这几年的艺术片 都是这样的状况 对 就是能能能把成本回收起来 做的好的 稍微有一点点 嗯 这样的话 嗯 就是 但是做那一点点钱 其实就跟打平也没什么区别 哦 对 对 是是这样 但是 也不像商业片那样 就完全可能像赌博 嗯 这呢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 哎 但是不会多 今年最大的那个黑马 就是钢人波奇 对 那个属于特例 那个真是特例 那个是我们这么多年 没出现过的 那个属于不是正常 其他的文艺片的一个状态了 嗯 其他的文艺片可能 亨死可能两三千 大多数一千不到 几百 大概都是这个状态 对对几百 这个朴树也有一份功劳 对 然后呢 就我 我自己也知道 那我不管是 做出来 或者没做出来 都在找我自己的 解决的 生存的方法 就是你是可以 接受现在这个现状 当然了 你必须 包括我做这部电影之前 身边很多重要的朋友 就劝我 嗯 你拍什么文艺片 你拍几部商业片 嗯 挣了钱之后 你再拍艺术片 对啊 但是对我 对 对对我自己来讲 呃 电影是呃 就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甚至上升到 很神圣的一个事情 我不愿意把它跟 商品产品 做成一起 呃 当成一个回事 我对于我来讲 它是一个艺术创作 嗯 我认为电影是艺术创作 我不愿意它 我如果从事商业行为 我觉得拍拍广告 就是分开 就是商业事情了 嗯 这就是艺术创作 嗯 就像你让一个耶稣作家 写几本 呃 畅销书 再写吗 嗯 我觉得等于杀了他们 嗯 他们不会这么干 他们那刻说 我在大学当个老师 我同时做 嗯 这个 对 就是 根本认知是不一样的 你让那些畅销作家 你让说写 一般创销作家 创销书 在写耶稣的文学吗 打死都写不出来 但是有很多 这是两类人 但是有很多 第五代第六代的导演 很多的作者型的导演 后来都提牌商业片了 有好多 你比如说台湾导演 他就没这么干 嗯 日本导演也没这么干的 嗯 跟人有关系 咱们就说咱们大陆 嗯 大陆 我也有没这么干的 是有没这么干的 也就是说如果 这么干的很多 但是没这么干的也有 那这么没这么干 哪怕一个 这就是我的榜样 嗯 我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嗯 就像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是你看 比如说索德伯格 26岁拍处女作 嗯 嘎那金钟吕 贾伦格导演 28岁 小五 很厉害 嗯 这就是我的标杆 我我二十几岁之前 我也觉得 我在26岁之前做出来 嗯 我是这么一个人 就是 嗯 已经晚了八年了 对 30岁以后 我就不计划年龄了 我就 当时我记得 在朋友圈里写 就是说 就是不要去说 要去做 用做来表达说 嗯 在就是我写剧本 13年 14年的绝旦的时候 后来我把这句话删了 从那开始以后 我就想每天是不是往前一叠叠 这个比你计划要重要的多 你今天此时此刻做了什么 是不是比昨天又往前一叠叠 嗯 我我基本上这样开始做事情 我也不计划你年龄了 嗯 就每个人的个体都不一样 嗯 所以就是生计问题 个人解决个人的吧 是 那下面这个作品 刚刚就拿了这个奖之后 对你接下来的这个创作 比如拿投资 肯定会有些帮助 肯定会的 对对对 那你接下来的新的作品 在筹划期了吗 还是叫 呃 有一个故事梗概了 元计划这段时间写剧本 在说看发行完了之后 才能写了 嗯 也是一个 嗯 两个家庭之间激烈的 呃 发生一个事件 引起的 也是 呃 有这个 精准的描述了这个时代 其实也是道德控警 嗯 你看我这个电影也是这个 讲的是道德控警 嗯 这个时代 同时有些人性层面的这种反思 嗯 然后还是揭据故事性戏剧性和哲学性 这是我的一个方向 嗯 啊 我 我不喜欢把我的电影做成那种懵懵的 很沉懵的 然后那个镜头呆呆的长镜头 就是曾经你看我们第五代那些导演的经典的作品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嗯 他们都是很好看片子 嗯 但是表达非常的深刻 嗯 嗯 就这也是 对 就是艺术片也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的 对 只不过此前的这些年好多的艺术片写的太过沉懵 这也是第六代之后的一些片子 或者说这十多年以来 对 没有出现太多样化的艺术片 嗯 就是我 我是不喜欢太沉门的艺术片做的 嗯 我觉得我喜欢的一些片子都是揭据戏剧性和故事性的 就是他可以很好看 也可以很有深度 嗯 你自己对第七代导演这个定义有什么自己的一个识别吗 第七代导演我觉得 我觉得很难形成一个 这个话题 嗯 原因是 嗯 你看第五代第六代 他一 他是受了野景的学悦教育 嗯 然后他的年龄都很相似 对 基本上上下差不了几岁 都是属于一个年龄带的人 年龄段的人 然后他的经历又出奇的相似 嗯 他的成长背景 基本上都是 你比如说第五代之前都是上山下乡等等 只有一两个稍微 但是都经历过这种经历 哪怕他家庭还是不错 也是经历一样的 嗯 然后忽然八十年代文化热潮 第六代也是 第六代好像此前家庭状况也都很一般 然后都上了 很不容易考上了这个大学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电影的这种通道是几个人几乎完全一样 看的电影什么的 嗯 只有上电影学院能看到 受到的是一样的洗礼 对 其他渠道看不到 嗯 那么八十年代以后 八零年代以后这一帮人 嗯 八十年代出生这帮人呢 八零到九零之间 这帮人这几年开始创作比较活跃了 对 他们的成长的地域完全不一样 然后看片的渠道就是变得多远了 嗯 就是从网络下载 是 买盗版店 对 口味非常多远 嗯 然后很小的时候就香港电影 好莱坞电影 欧洲电影随便看 全世界的 然后慢慢的就显成自己的路数了 对 自己的方向 有的喜欢 可以说是从DVD时代以后 对 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了 对 就是两千年以后吧 两千年以后 两千年以后 对 我们那会儿就是 现在买了大量的碟 我家里头现在还有上千张碟吧 我觉得 有个好朋友 有三四千张碟 嗯 然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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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味不一样 有的喜欢 比如说像空丁那样的 像 像 像凤俊浩那样的 然后 类型感很强的作者电影 工业体系下的 是 有的人喜欢 比如说 护士图里卡 塔可夫斯基 塔可夫斯基 然后 内衣路数的 有的人喜欢 比如说 小金埃尔郎 然后 台湾的 那个 胡笑贤 杨德桑的 不一样 这一片 类型片 文艺 艺术片也有不同的 对 路数 差了很多 不一样 还有很多人喜欢 伊朗导演的作品 对 伊朗导演的 我就喜欢伊朗导演 看得出来 对 所以就是说 大家年龄差不多 对 大家的这个 风格口味是不一样的 观像习惯不一样 他不像 对 他形成了 虽然是作者电影 我更愿意叫作者电影 不能叫简单 叫艺术片了 作者电影也有类型的 也有家庭 也有各种一样 所以 所以他形成了 跟第五代 第六代不一样 他的作者电影的口 他的 他的出来的感觉 变得也不一样了 你比如说 这几年的 从新迷宫开始吧 新迷宫啊 后边这几个电影 包括今年的 暴雪将至 也算作者电影 我这个也算 去年的八月 对 八月也算 但八月 路边野餐 路边野餐 然后告别 对 就包括 我们内蒙古新浪潮 出来这几个 对 内蒙古新浪潮 对 这也太牛了 内蒙古新浪潮 对 这四个 内蒙古新浪潮 这四个完全不一样 还真是 第一个是 而且这几个特点是 都从FIRST出来 其中三部也都去了东京 三部都去了金马 对 然后一年一部 14年新秘宫 15年告别 16年8月 17年是我这个 一年一个 然后这几个风格也 完全不大一样 第一个是 内蒙古都不一样 对 内蒙古可大了 对 所以你看这个 但是都画成作者电影 甚至有的就是画艺术片 就是实际上作者电影 你看那风格就不一样 有的商业性很强 新民工就是商业性很强的 是 它可能性很大的 它可能做成会票房很高 但是其他几个 就你感觉到票房很难做的 太高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有希望追逐金棕旅 对 就玩法是不一样的 对 就国内票房 所以就是说 你很难画成一个带 因为它不一样 不一样就很难画成带 所以你看实际上 这个带这个说法 一直没太形成 是 地多带到像这么多年了 对 也没说谁是第七代代表人物 对 对 很难形成 就干脆好像也不说了 就不提这茬了 反倒内蒙古希腊朝 今天都愿意大家说了 这好记 你说这几代艺 人一般影迷谁气得猪 包括因为之前 包括大家觉得 就是好多重要的创作者 还在山西那一波 贾然哥 宁浩 然后赖小子的韩杰 就是好几个导演都山西 我们说终于跑到奈蒙了 没什么大区别 离离引进 吃了东西一样 对我们奈蒙来讲 这些是没导演的 自己感觉就是 几个年轻的导演 终于有几个年轻的导演 之前感觉像文化沙漠一样 尤其就是真是文化沙漠 那以前比如像 贝勒生布鲁克那个时期 我们现在那天 有个奈蒙古记者 来采访我们的几个 就我们不太愿意说 我们是奈蒙古电影 其实不是奈蒙古电影 只不过是奈蒙古籍的导演 对 那几个叫奈蒙古电影 是电影制片厂体系 奈蒙古电影制片厂 它是一个主学律电影 对 它讲的 它都是制片厂给的钱 每年得拍摄计划 有几年得拍几个片 完成几个任务 对 它都是成主学律的 那样的 但那个创造了 奈蒙古电影的 第一个高峰期 就是别人知道 曾有奈蒙古的导演 有奈蒙古电影 那是那个 但是真正有一些 其实喜欢电影 是像我从来没看过 对 你跟他们并没有 没关系 没有传承关系 没关系 没有关系 就是感觉离得很远 不是我喜欢看的电影 只不过 涂蒙老师也演过那些电影 对 所以是两个 两个体系的东西 实际上 那今天也 非常感谢导演 过来做客 畅聊各种心得 然后我们也非常希望 这个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大家去电影院 去支持一下老师 不能叫支持 应该说 欣赏一下 去欣赏一下 老师这部电影 就是他说 欣赏跟你说 刚才说那个同情 我觉得都是一种 支持 支持和同情 之前没有人 给我了解这个同情 刚才你一说 我觉得说非常准确 同情好像一种 居高临下的姿态 就好像你多好 还要同情他 是吧 实际上大家都一样 那个都像镜子一样 重情很廉价的 重情比较 其实是为了 让自己觉得自己好而已 对 支持好像是说 你那个不好 好像需要支持 跟导演这么惨 原来如此 对 就是你如果很迫切的话 你就去看 那这个是我觉得需要的 没错 行 那我们最后呢 再带来一首歌 这个歌本身也是 电影里边的一个配乐 就是这个看的过程中 那个小伙伴老师还问我 这电影到现在都没有音乐 我说其实有啊 你没听见 音乐很重要的音乐人 很重要的独立音乐人 对 然后他之前也是一个重要乐队 叫木推瓜乐队的主唱 但是现在木推瓜又重走了 然后他他个人的音乐风格呢 就是 他还有一个乐队 就是两个 木推瓜和大王告 对 大王告 对 这次为什么会找他合作 第一开始写剧本 包括初节之前 我都不想放音乐 这个电影里 我觉得音乐可能会 会干扰这个电影的真实性 解弱 但是因为 因为我有我的 比如说超限时那段部分 然后结尾等等 然后我们在初节的时候 试着放了一些 就是参考音乐 觉得是加分的 然后找宋宇哲呢 是因为 一年的时候吧 几年前我偶然的一个机会 然后听过他一次现场 第一次听 意外的一听 之前完全不了解他 当时听完之后 我自己心里想 中国竟然有这么好的音乐人 这是我们以前没想到的 当时就后期姐姐的时候 就准备找音乐时候 我一个朋友就问我说 你想找谁 我说我第一被选 就是宋宇哲 正好他很熟 然后我有两三个朋友 都和他很熟 然后正好他说 那我帮你推荐一下吧 引荐一下吧 我说好 然后就我拿着电影去了 先去找他了 他呢实际上是以一种朋友推荐 不好意思推辞 见了一面说看一下 意思给你打发走 这种心态的 第一开始 因为他两个乐队又很忙 然后他也有孩子 各种事什么的 然后他也那段时间 有纪录片什么 找他做音乐 他都推了 然后两个人也就是 一看着那个状态 就是行 做下发 看片吧 看着看着感觉不对了 就是我能感觉到 看完之后 他非常的兴奋 他说这个事 我好好考虑一下 然后他后来说 他特别喜欢 他要做 这个事他一定要做 就是这个电影 被他打断了 完全改变了 他之前那个想法了 他没想到 这个电影是这样的 跟你一样 你也没想到 中国这么好的音乐人 对对对 他也没想到 中国这么好的导演 对对对 他可能有这种感觉吧 对 然后就就做了 做完之后 后来这个就是 有五个段落吧 差不多四五段落 不多 如果是多的话 我觉得会拿 金马的 比如说最佳 约创音乐的提名之类的 就是还是很棒的 除了撇头撇尾 然后在几个 超现实的段落出现 撇尾这个稍长 其他的是不多 可能体量不大的原因 但是撇尾这个还是非常 就是有力量感的 就是很重要 而且不强 不强 和气质很搭的 是 一层一层的 你能反思到电影中 此前的一些东西 对 好 那我们最后就用 对个送影哲 给电影做的配乐 是吗 这期的节目 惊喜 然后也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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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子 优优独播剧子 优独播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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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子